我的解法當然很多啦 我剛剛有用密的啦 沒有 其實你用fine可不可以也可以 只是fine你會發現 哇那fine很麻煩 因為要fine第一次 fine第二次 還要fine第三次 那這工資會越來越冗長 好像方法可以解 但是不是很理想 所以就會去思考說 有沒有別的更好的方法 所以 至於有沒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當然就自己要去推敲 如果你對於sail功能 越熟悉 當然你越比較容易知道說 哪些方法是最好的 最簡單的 ok 如果你會自己寫程式 那更好 有沒有 寫程式 當然就是最終的解法啦 只是說因為現在 不是每個同學都 會寫 ok 所以我們就先用比較簡單的方法來完成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把剛剛的動作 如果要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有沒有 那當然你 如果 不用寫程式的話 那要錄的嘛 錄的怎麼錄 就是把剛剛的動作做一遍錄下來 然後最後可以怎麼樣 按下資料剖析 有沒有 但是他有個 就是這個東西啦 你說 老師明明這邊沒東西 為什麼他認為 其實 其實以私有就是反正你只要那個地方用過了 他就認為那個地方是有資料的 ok 這個是以私有裡面 他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物件的規則啦 這個沒辦法 我們大概知道 按確定 有沒有 好清楚 那你說 老師這個東西很 很討厭耶 可不可以把它關掉 ok 有沒有辦法 當然有啦 這要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ok 其實只要想得到的 都可以找到答案 怎麼找答案 等一下跟各位講 ok 反正 這有趣的地方也在這裡啦 因為你可以知道怎麼做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你客製化出來的 針對你工作上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 有效的一個解決方法 現在還蠻好的 ok 所以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怎麼做 一樣 這兩個按鈕 我先保留在這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前面講過嘛 反正錄製去期還記得吧 開發人員 然後錄製去期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要錄兩個 兩個按鈕 是不是 所以就要做兩個錄製的動作 那當然你可以先彩排一下 ok 那彩排方法 第一個就資料剖析啦 ok 然後 我們第一步的話 還記得吧 游標放 B2 然後Ctrl Shift向下 所以 1 游標放B2 2 Ctrl Shift向下 3 3 記得就是把剛剛那個 資料剖析在哪裡 資料這邊的資料剖析 然後就是固定寬度 這個可能就是再做過一遍 反正這個 這個 ok 那剛剛以後做過了 我就 大概點一下下一步 然後 不會入詞欄 這個不會入詞欄 有沒有 我要通通把它做過 這個最後目標儲存格 把它改成C2 然後按完成 這樣就ok了 好 好 所以等一下彩排一下 然後清除的話也蠻簡單的 清除的話就是把這個資料 所以 清除其實就是游標放先放在C2 那我建議 因為要選的話 最好是怎麼樣 你 那你說這樣選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問題是 將來他就選到第八列 他如果你有新資料 他就不會往下選 所以最好的方式 還是建議用那個 快速鍵 游標放C2 然後Ctrl Shift向右 有沒有 Ctrl Shift向下 ok有沒有 之前是Ctrl Shift向下 因為現在不只一欄 所以通常會放在最左邊那一欄 然後Ctrl Shift先向右 選到最右邊再向下 這個我蠻建議各位可以記起來 因為這工作上用到的機會 太大了 太常用了 ok 所以這個可 最後按Delete 就清掉了 ok 好啦 那我們把這個動作 把它錄製一下 因為這也不難 所以 錄製聚集 然後給一個名稱叫資料剖析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錄製過了 所以他會問我 會不會把它 要不要把它蓋過去 所以 那你們應該如果沒錄過不會出現 那我因為有了 所以我把它蓋過去就可以了 然後一樣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在資料 資料剖析 固定寬度 然後下一步 這個其實多做幾遍應該要熟吧 最怕就點歪了 點歪了移過來就好了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下一步 然後不會錄 不會錄 OK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把它指向這裡 按完成 然後確定 OK 然後就把錄製聚集停掉 這樣OK了 清除的話呢 尤標記得放外面這個地方 然後錄製聚集 那一樣呢 把它改一個清除 然後呢 確定之後 一樣 因為我剛剛已經有錄製過了 所以把它 把它試取代掉 所以如果你假設NG 一樣 取代重來沒關係 然後優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OK 好 然後錄製完成 記得喔 最後一個動作一定要記 因為我發現很多動員 最後都忘記停止錄 要一直錄 最後錄太多東西不對的東西 那邊NG要重來了 好 那錄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呢 會產生兩個啦 這兩個 那接下來當然呢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編輯它 然後看到這個程式嘛 還記得吧 我是建議啦 你就是在這邊自己 加上那個注解 1 游標放在B2儲存格 然後第二個動作是什麼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 這個是Ctrl Shift向下 然後第三個的話 應該是這個啦 資料剖析 其實資料剖析在VBA裡面 它其實它的方法是這個啦 應該看得懂吧 叫那個 這個什麼 Texter Texter是文字嘛 To Colors 藍 對 所以意思應該是文字 轉成藍的意思啦 所以它翻譯成叫資料剖析 可是英文其實就是Texter to Colors 翻譯我覺得有點繞口耶 資料剖感覺好像 好像 不知道 反正知道意思就OK啦 所以比較精確的翻譯應該是什麼 文字轉換成藍就好了 或者是文字轉藍 好像比較好理解 那後面大概有加一些參數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再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 暫時看不懂沒關係 資料有這些東西就OK 然後清除的話一樣 就是我們好像也是做幾個動作 前面記得單一號開的嗎 一 先游標放在哪裡 C2嘛對不對 然後Ctrl Shift 向 所以後面的話 第二步應該是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來 Ctrl Shift向下 然後最後才是清除 按Delete OK 其實你也可以順便了解一下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他就可以追蹤喔 OK 啊這個追蹤很重要 因為以後你的資料一定會長大 所以呢 你要知道怎麼樣讓他自己追蹤到那個位置 這個以後可以自己寫到VBA 所以慢慢慢慢 反正你們就是習慣錄製 然後自己加一下註解 然後最後的話呢 就把這兩個Sub 一樣就是還記得吧 插入那個 插入那個按鈕還記得吧 我這邊有沒有插入這個 按鈕 然後你只要點這邊拉一下嘛 然後就是可以 找到哪一個 這一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 然後就直接貼過來這樣OK啦 因為這個我已經 剛剛這個做滿多次 所以這個可能自己再做一下 這個多的把它剪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順便有點是 算是複習錄製聚集吧 那個錄製聚集 應該算是簡單 但 可能還是要請大家慢慢還是要養成好習慣 就是自己要加註解啦 註解 我前面只有開頭 因為後面你可以打 你比較看得懂的訊息 那個訊息是打給你自己看的 所以你要怎麼打 沒關係你自己打自己習慣的 這個文字敘述都可以 好 好 好